一切的因果报应 都不会成熟于外在的地水火风当中 这是佛法讲的很深奥的道理 地水火风实际上都是空的 所以四大皆空讲的就是地水火风 人所做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 不会在人间繁殖 是在你的心中残存 所以为什么大家念过新经 都懂得叫五蕴皆空 实际上为什么要我们五蕴皆空 因为人的蕴 那是看不见的东西 五蕴是色受想行事 当一个人的痛苦 实际上不是外面人的痛苦 有一个人告诉台长说 我们出生的时候 众人都在笑 我们是哭着出来的 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 众人都在哭 而我们笑着走了 这就是我们明白了 人的一生不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外环境 不能改变我们的内心 五蕴 是你的看到的色 就是有色世界 你的瘦 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是最难过的 别人不能有这种感受 想 是你想出来的痛苦 行 是你行为意识的痛苦 所以意识 加剧了你的烦恼 这个五蕴 是你自己在痛苦 那么 今天因为有很多的 我们的朋友 新西兰的朋友 还没有学佛 台长不能讲佛法太深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就知道了 这是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 一个人 经常伤害自己的孩子 和自己的太太 因为他是个赌棍 他经常去赌博 而且借人家的高利贷 有一次被人家 那些打手 追到家里 他居然自己 跟妻子说 你帮我出去赌着 说 我钱都在 你的手上 他自己躲在房间里 不肯出来 结果 那个妻子说 钱都在我手上 但是不在家里 被那些打手 一顿暴打 打得皮看肉战 他在里边心痛 难过 把舌头就咬断了 我再也不读博了 这就是人的意识 是痛苦的 实际上 我们表面的开心 不代表你意识当中的开心 所以学博做人 是要让你意识当中的开心 台长再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一个人 想到开心的事情 暂时的开心 喝酒 抽烟 那是暂时的 等一个小时之后 你这种快乐就没有了 那么这种延续性 在你心中坦诚 而存在的幸福是什么呢 那就是 你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考上了静音中学 这个时候 母亲见谁就讲 这种快乐 可能会持续半年 或者一年 就像我们要知道 Christmas要到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有一个长假期 这个时候 我们在十月份工作的时候 天天就会很快乐 这是意识当中的享受 所以这种设想行受 完全是你控制在内涵的东西 所以学佛人要有内涵 不能急躁 不能让自己随意去伤害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们在这种设想